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驻柬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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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里宾斯副师长帕多拉以及中国驻检使馆的工作人员 在机场热情迎接了他 在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 汪文斌大使表示能够出任第18任中国驻检普灾大使 他深改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他指出 中检两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这种友谊在两国民众中间深入人心 并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典范 汪文斌大使强调 他愿意与中检两国各界朋友一到 结果根据中检友好的接力棒 坚定不移地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为巩固和深化中检铁杆友谊 不懈努力 推动新时代中检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汪文斌大使随后乘车经过习近平大道 洪森大道和毛泽东大道和毛泽东大道等地 抵达中国驻检使馆 这一路线路的选择也象征着中检两国在各个历史时刻的紧密联系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现年53岁的汪文斌大使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 曾担任中国前外交部长兼国务委员唐家学的秘书 自1993年进入中国外交部以来 汪文斌的履历 丰富多彩曾在新闻师、精彩研究室、办公厅、政策规划师等部门工作 也曾派驻过塞内加尔、卡麦隆、毛里球师等使领馆 2017年他出任中国驻突尼斯大使 2020年开始担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师、副师长和发言人 让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深入分析和评论这一重要事件 首先从历史角度来看 中简关系一直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两国建交至今 已经历经60余年 特别是近年来 中简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都保持着紧密的合作 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 加深了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和合作共识 因此汪文斌大使的到来 无疑是延续并深化这一友好关系的重要一环 其次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中简关系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更牵动着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 柬埔寨作为东盟的重要成员国 其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不容忽视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与柬埔寨展开广发的基础设施和经贸合作 不仅为柬埔寨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也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 再者从经济合作的角度来看 汪文斌大使兼负责推动中简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重任 两国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已经取得显著成就 例如中国在柬埔寨投资建设的桥梁、公路、电站等基础设施项目 极大的改善了当地的交通和电力供应状况 为柬埔寨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未来如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这些合作 提升两国经济合作的层次和质量 将是汪文斌大使面临的重要任务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 中简两国有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和人文资源 通过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 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理解得以不断加深 例如中国在柬埔寨设立的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交流项目 为两国人民提供了更多了解彼此文化的机会 汪文斌大使在旅行期间 如何进一步推动和深化这些文化交流项目 也将是他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从个人履历和背景来看 汪文斌大使凭借其丰富的外交经验 和多次在海外使领馆的工作经历 无疑具备了胜任这一重要职位的能力和数字 特别是他在担任中国外交部 靳文施副师长和发言人期间 所表现出的专业能力和外交技巧 将为他在新岗位上的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总的来看 汪文斌大使的旅行不仅标志着中国与柬埔寨 双边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也为双方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 我们期待他在新的岗位上 能够继续发扬中简传统友谊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关注中简关系的发展动态 并邀请多位专家学者为我们解读 这一重要事件的深远影响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该柬埔寨的故事就像一部充满动作 悬疑和情感的大片 让人一刻也不想错过剧情 从政治迫害到艺术品的回归 再到国际关系的微妙变化 这个国家的现状 可谓是一幅复杂而多彩的拼图 跨国压迫 一出国际政治惊悚片 首先 让我们进入这个惊悚片的主题 跨国压迫 2023年8月 柬埔寨的前总理洪森 虽然表面上退位 将全力交给儿子洪马奈 但这只是障眼法 实际上 洪森仍然掌握实权 继续通过跨国压迫来镇压意见者 这就像一场永不退场的政治惊悚片 剧情跌宕起伏 每一幕都充满了阴谋与恐惧 美国参议员Jeff Merkley提出的 跨国压迫政策法案 无疑是对这类压迫行为的一个有力反击 根据这项法案 美国国土安全部将成立专门的 跨国压迫工作小组 监控并每年向国会报告外国政府对美国境内人士的恐吓行为 想象一下 洪森的手下在全球各地追踪意见者 像是特工电影中的坏蛋 不断威胁 恐吓和攻击他们 2018年 洪森甚至公开威胁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柬埔寨人 这些事件让人不禁联想到一部国际政治惊悚片 剧情的每一幕都令人屏息凝神 Facebook反抗者 我的故事 我自己就是这场惊悚片中的一名主角 自2002年起 我一直支持桑兰西党 该党后来与人权党合并 成为柬埔寨国家救援党 CNRP 在2017年的地方选举中 CNRP的支持率大幅提升 令政府如坐针毡 2017年11月 CNRP被解散 其领袖甘肃卡被捕 并以判国罪被判27年监禁 面对这样的压迫 我只能选择逃亡 如今我在法国里昂 获得了政治庇护 并通过Facebook 继续对抗政府的压迫 我的Facebook粉丝数达到了20万 成为了柬埔寨人 唯一能够公开讨论 政治的少数平台之一 但这样的反抗 也需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父亲是军队中的一名将军 支持柬埔寨人民党CPPP 他因此与我断绝了关系 红生甚至公开威胁 如果我不保持沉默 我的家人可能会失去工作 这些行径 无疑显示了正确的懦弱和无耻 他们拒绝进行公开辩论 甚至不允许意见声音的存在 环保英雄的贝格 背叛重刑的母亲自然 我们再来看这部大片中的另一条故事线 环保英雄的贝格 2023年10名环保活动家 因为他们的活动被判处6至8年的监禁 这些来自母亲自然Mother Nature组织的活动家 被控以谋反罪 这让人不禁想起了那些为真理和正义而奋斗的英雄 最终被迫害的悲剧 这不仅是对个人自由的打击 也是对柬埔寨公民社会的一次毁灭性打击 他们所面临的处境 就像是一部充满斗志的纪录片 这种主角们勇敢地对抗助强权 即使最终付出了自由的代价 人权组织LIC业DHO的运营总监 Anse Mata将这一判决 形容为对柬埔寨公民社会的沉重打击 这无疑是对那些试图改善社会的人们的一次沉重打击 艺术品的回归 灵魂的归来 就在这些惊悚和悲剧的背景下 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希望的曙光 14件从柬埔寨阅读的艺术品在多年的谈判后 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土 柬埔寨文化部长弗文车Kona表示 这些艺术品的回归 就像是祖先灵魂的回家 为柬埔寨人民带来了和平和稳定 这些艺术品在九世纪到十世纪之间制作 代表了当时盛行的印度教和佛教信仰体系 在新闻发布会上 弗文车Kona形容这些艺术品的回归 为历史性的返乡 并强调这将有助于柬埔寨人民的和解和治愈 这些艺术品的回归 像是一部充满情感的家庭剧 艺术品就像是失散多年的家人 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得人带来了无限的温暖和安慰 这些艺术品的回归也标志住 国际社会对于文物返还问题的重视 为那些在战乱中失散的文物 找到了回家的路 国际关系的微妙五部 中国和柬埔寨的友谊 这部大片最后的一幕 让我们来看看国际关系的微妙五部 2023年中国与柬埔寨的关系依然紧密 新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 在金边机场发表简短讲话 表达了深化中简铁杆友谊的决心 汪文斌曾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他形容自己此次出任大使深感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胎权 责任重大贪员引习近平的话说 中简铁杆友谊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典范 日本外乡上川杨子也于同年访问柬埔寨 表示将与柬埔寨合作支援第三国的排雷工作 如为乌克兰提供排雷机器 并在柬埔寨进行器材的使用培训 这些外交活动就像是一部国际政治大戏 每个角色都在舞台上进行住微妙的舞步 试图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总结 柬埔寨的复杂拼图 总的来说 柬埔寨的故事是一幅复杂的拼图 充满了惊悚 悲剧 希望和国际政治的微妙舞步 跨国压迫的惊悚片 环保英雄的悲歌 艺术品回归的家庭剧 以及国际关系的微妙舞步 这些故事共同构成了现代柬埔寨的多彩画卷 在这幅画卷中 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勇敢 卑鄙和希望 也看到了国际社会在共同努力下 为这个历经沧桑的国家带来的新希望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 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拜拜 我们的码学生 都在用法律提供 一终广坑 这部不是 那边有щее 就差一路 一路 我们的码学生 也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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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